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这么一座焚羊王府呢 其实自古以来呢 焚羊人就对郭子怡呢 非常的敬仰 虽然历史上对郭子怡的祖籍有所争议 但是呢 在焚羊人的眼中 他们坚信郭子怡不仅仅是焚羊人 而且呢 就是在焚羊这片土地 坐镇大堂 运求帷幄的 今天很不巧 非常的遗憾 因为这个焚羊王府呢 是暂时性的关闭 所以参观不了了 但是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焚羊市区的一个文化园 文湖景区 除了能看这个郡王府地之外呢 还可以看焚羊市的标志型建筑 也就是这座塔 华夏第一砖塔 这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古建筑 它始建于明末清初 总共呢 是13层 在维修之后呢 它的精确高度呢 是84.97米 也是我国古代现存最高的砖塔 在现代的都市里呢 大家对高层建筑呢 已经是见惯不惯 不以为然了 而在几百年前 人们没有见过钢筋水泥 能盖这么高的建筑 又不依附山体 可以说是太神奇了 那么这座塔呢 它没有钢筋水泥 全部由青砖 白灰 砌成 80多米的高度呢 历经了400多年的风霜雪雨 却依然为额 那么究竟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呢 文风塔的奇特呢 就在于当时古人所运用的 拱旋技术 全部呢 是纵横交错的拱旋 互相依托 那么我们看到塔上 有这么多的塔窗 其实它的作用呢 非常大 它不仅仅是采光 主要呢 是减少了这个风的压力 如果说用大海中行驶的船 来比喻这座塔呢 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就是风雨飘摇 却稳如泰山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其实呢 文风塔不仅仅在焚羊有 而且呢 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在明末清初之际呢 全国兴起了文风塔的热潮 又称状元塔 所以说文风塔其实 与佛教基本上没有关系 它只是中国风水学的一个产物 继续往前走 到了文湖旁边呢 就可以看到孔庙 据史料记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啊 焚羊就是孔子的弟子 紫夏的儒学圣地 那么在清代的顺治年间 曾任国子建太学的焚羊人朱子俊呢 就将明庆成王府改建为了 焚州府学文庙 当时呢 仅次于山东取府的孔庙 只可惜呢 在日军侵占焚羊的时候呢 被损毁了 多年以来呢 焚羊就失去了文庙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文庙呢 是由山西的梅老板孔祥生呢 投资了上亿修建的 这座文庙在建造的时候呢 非常的讲究 孔祥生专门从山东 请来了建筑团队和设计队 甚至呢 不惜巨资 从美国运来了巨大的原木 在文庙建成之后呢 无偿的将文庙 捐献给了焚羊市政府 那么这座上亿资金 新建的焚舟府学文庙呢 取代了北京的国子建 成为了全国第二大文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